不能力太强了 所以说选出格纹来的话 补强一下近战的一个能力 是非常好的 那这么一来的话 最终我觉得这首格纹是好的 因为你的鳄鱼确实是有摇摆空间 但是我觉得摆中路的话 鳄鱼的前冲器影响力更容易发挥一些 连中单都需要抢AD的中单 那感觉两边都拿到自己想要的了 一边是中单的梦影 另一边是中单的鳄鱼 全是AD 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体系了 而且UP的团战能力确实蛮好的 他如果能够打一个就是全凸脸后排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开团的话 其实他团战破坏力非常强 所以那个RW想发调的时候 我感觉就有一点 对对对 想出来就要被开死的样子 对对 还好没想 最终是完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阵容 加油 RW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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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呀 看一下 演位 对对 一级的演位 UP还是防守为止 想要做入侵 但其实RW的不太可能入侵到底 他们一级的战斗力也很一般 是的 看一下UP这边也没有换少 应该有换少 如果兰博换少的话 有一个眼就可以吃一下 兰博有个少 那还蛮舒服的 那个F6的眼是大家都知道的 两边的打野都是镜像的一个开局 上单格温的话 格温这个英雄 大家最近也看了比较多了 虽然整体胜率不高 但是他到了后期就是个大哥 对 所以说面对格温的话需要前期压制他 色体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级就已经打出一个效果来了 感觉格温这个英雄因为打团的时候 还是需要队友替他创造输出空间的 或者是对手扎堆 或者是有地形让他卡住狭窄的位置 格温在团战里面发挥就会非常的强势 所以说格温打这种卡地形或者肉搏的时候 真的是他伤害有时候看不懂 挺夸张的 RW的重点还是在于前期啊 能不能创造一点节奏啊 中野这两个组合 定点击杀能力非常好 梦魇这盘的前期这个盾 要用的很好才行 要能正确的挡到W 是 你正要说的时候 他刚好被红录W砍了三刀 挺难受的 梦魇前两击打鳄鱼还挺舒服的 但前两击没有打出点东西来的话 鳄鱼三击之后 梦魇就要小心了 8917 目前这个状态挺危险的 对张帅的压制做的蛮不错 不能再换血了 格温不能再换血了 再换血要出事 因为张帅这边带了一个影 他跃塔是很好跃的 宾可类往下靠 这一波8917怎么办呢 而且才发现8917是带了一根护盾 那防跃塔更好一点啊 看一下这边张帅先扛塔 打了一个不错的线手 看看这边要收音血了 漂亮啊 这一个跃塔 这个跃塔 张帅先手快了0.5秒吧 但是他差不差 我觉得张帅这边在对线端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不错压制 一击打得好呀 对 一击打了蛮多血量压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是自己先扛塔 然后用轰拳的护盾值去挡住卡的连续攻击 对 这一波其实我觉得RW没有做好 因为不只是上路对线吧 我觉得上路对线这么难受的情况下 应该就是让打野保一下的 就感觉上野都没有这种想法 上野感觉想的比较的单纯吧 没有想的太多 可能两种可能性啊 这个位置 哇 这蹲 这蹲的射体一来就几款了呀 这里怎么办呢 感觉推不太过去 射体要赶过来了 被斩怒了 有点难受 说实话 这动作算是不太明显 张帅利用插眼做引诱 感觉拉过来就没了呀 哎呦 哎 张帅这波心机很好呀 就我如果做出很不自然的行动 比方说我直接走你点的话 你会觉得很怪 确实 但是那个兵线卡住 感觉格温也走不太掉 就那个兵线太尴尬了 确实 但是他用插眼这个姿势 再骗一手 对 骗格温自己上来捡他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而且防一手兵格的反尊 因为那个兵线感觉就要打野来反对的样子 是的 是 哎呦 这波上野联动 我觉得RW出大问题了呀 那UP我觉得在这局 我们前面也讲到嘛 就是UP前面的两个对局来说 下路表现不错 但上中也可能比较需要加强 看一下 我觉得小C这波不先手 有机会跑 马哥这边交一个 感觉不太好走的 不太好走的 这个闪现也不用交了 TP来得有一点晚 而且是双方都有给TP 但蓝波从侧边慢慢地赶了过来了 现在主要是张帅 哎 张帅是快速地遭到了击杀 乌迪尔已经拉下了一个双杀 连过来的蓝波都被拍了一掌 哇 这波先手 马哥这边被开到了 好难受哦 我感觉当时进化立马交闪现 小C控一下冰口乐的话 有机会拉开很远的距离的 而且张帅这一踢 就感觉亏掉蛮多 因为本来在上路 应该是可以做蛮大的压子 是的 是的 所以说被开到 脚进化拉一点距离 但背后是无意地绕进来 所以他第一时间也不想交闪 我感觉球球这里 他这个开得太好了 对的 开到之后一直往前走 感觉卡莎往前 第一时间闪现 也有机会被继续控到的样子 好难受啊 这波球球开得特别好 UP在上路其实接连告捷的情况下 并没有去做下路被打野抓的预防啊 这波打完之后 RW终也很开心啊 位于踢下来 他虽然没有人头 但吃了很多精英 然后目的要拿两个人头 对对 前面提到RW终也如果肥起来的话 真的是直拿当打 现在肥起来了 现在肥起来了 就看怎么去带这波节奏了 是的 格温虽然零杠二 这里 但是 但他刚才上路吃了一波 然后万号踢走 单纯的吃了两波线啊 4T是亏了两波线的 算是差距没有那么离谱了 格温也快六级了应该 就他经济就输那俩人头的600块钱吗 是的 乌迪尔这一盘 在下路 打出节奏之后 我觉得上路这里不要再打了 因为上路要打 始终是UPS的 两边互相看到 但是Hacker会先被冰可乐拍掌 梦衍先六的 UPS这波可能要三月二了 看一下要不要做出这个指挥 马尔马这边往这里靠 知道鳄鱼是没TP 知道鳄鱼并没有TP 但这个兵线挤得进去吗 挤不太进去 而且格温在塔前感觉很顶 把张帅这边打残了 这波扛住了 这波扛住了 五点这盘的话 还是要不要中下打 下路成功的再推一波先进塔 所以辅助有一波游走的机会 但仅仅是做了视野 没有动手的可能性 毁线了 第一条龙感觉两边都没那么想要 还是要看先锋吧 对 看先锋 第一条龙感觉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没什么用了 先锋团是最重要的 主要拿龙付出的代价有的时候 因为你付出先锋的代价有点太大了 如果说没有代价 大家还愿意吃这个龙 对 要很闲 就这龙摆给的时候 对对对对 现在是这样 毕竟单一条龙的属性争议 其实微乎其微啊 对 冰克勒这边好像拉出来想去尝试 这边主要下路有优势 不打白不打 不过阿大陆这边 嗨克这里 如果开的话会被眼看到呀 虽然他找了机会 小龙这边RUD快可以赶过来的 对对 RUD速度还算快的 阿大陆这边赶过来 开始了全员朝下狗旋风冲刺 这波嗨克非常危险 他打的应该不快的 这波打卡莎在下路发育 如果UP还不放的话 有点不舒服 有点不舒服 要拼扯吗 很危险啊拼扯 怎么说 又P这边放大招 还想拼扯 还想拼扯的话 阿大陆可以开团啊 怎么说直接开 嗨克这边有点危险 交易可想先拉开 拉开还不错 过去并没有开到 但是上来了 张帅非常危险 一个人身先 五个人正中央 有点太夸张了 队友都想走的情况下 张帅赢了上去 这波的中上野的指挥 UP感觉太僵硬了 我觉得 也不只是中上野的指挥 就大体的一个指挥 下路也可以让中上野走的 也没有让中上野走 这波很尴尬 说实话 这波打完 真的挺尴尬的 对UP来讲 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放掉 然后下路白吃两个塔 皮再加三摩冰线的 感觉至少这一波的指挥 应该是一个失误 不该亏的 对对对 至少不该亏的 主要几个点 就是知道了RW在大楼 所以想要换下过先锋 但是算错了自己打的速度 然后敌人来了又不肯走 就很难受 就真的看着难受 这波前期RW中野的节奏很不错呀 拿到先锋之后 看一下能不能RW中野上路退一退 这上路格温一直在 补自己发育的情况下 还把塔皮打得挺健康的 而且RW这边最赚的就是 8917虽然前期很烈对吧 被杀了两次 但现在已经扯平了 对位拿到一个人头呀 是的 这已经把机器扯平了 射体没有任何优势 RWP我感觉整体来看 要需要稳一稳 因为前面提到 UP需要上下路打优势 但是上下路都出现一些状况 那这样 我觉得UP需要稳一稳了 需要让卡莎和孟野稍微发育一下 然后去打大团 目前这个节奏RW非常舒服 我刚才最不懂的 还是蓝博下那个大的部分 就是要平成界 但是就感觉很僵硬 那3000多血还在下大平成就很难受 太远了呀 就已经兄弟们指挥 就从根本上这个指挥就没有做好 是的 然后导致很多一些看着很不舒服的样子 看RW接下来要怎么利用目前为止累积下来的优势 在中野的强势度上面 然后在抵消了上路的劣势的这两方面的情况下 怎么样来利用目前的优势 还有一个先锋 要释放在哪里 感觉最合适的可能是中路 中上吧 我觉得上路如果想推塔的话就去上 如果想吃塔皮那就中路 然后再控第二个先锋把中路直接强推掉 对的 也可以的 因为第一条小龙也是RW的嘛 所以你把中路控制住之后 就开始可以给下路施压了 感觉球就上场之后 RW整体感觉挺有章法的 指挥比之前进步蛮多的 这场可以看得出来指挥面是领先的UP 哎呀 三属土层了这波吃了 挺舒适的 梦远这个英雄一旦被你压下去 影响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RW的中期碾压UP好吧 就碾压 主要是ADC队位 EZ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但这样确实中期 EZ包括格温再加上一个比较肥的中野 整体非常舒服 UP这个阵容 他中期也没有一个非常肉的点 是 色体本来是 本来理论上这把应该是会非常肉的 但是下路那波断节奏了 踢下来也没有任何收益 对然后刚才先锋又被领着去送了一波 我觉得这个色体现在也挺尴尬 就裂开了 现在经济虽然RW没有领先多少 不过这个趋势 RW还是需要 还是有一点点进攻压力 对 他虽然现在优势 但是不能做以代替 需要主动做一些事情 毕竟想出鳄鱼来 目前也没有做出额外的一些东西 马上第二波的小龙要来了 这还是RW正面比较强势的一波 小UP很想要先把事业建立起来 打算用团战的方式来扭转目前的一个小劣势 UP现在也是有神话装了 AD队位有个海洋了 这波UP这个小龙也可以去打 但是要打一个先手 看一下朱雅和梦也能不能开一个先手 配合蓝波大招 昨天的话也看到小五 MG小五面对IG 用锐尔也发挥一个不错的一个团战 那每一波团战打的是爆炸 这盘也非常考验小C的锐尔 因为RW这个阵容 说实话也不是那么灵活 也是锐尔蛮有发挥的空间的 就理论上我会觉得UP这个阵容 你会看到比方说锐尔开一个很好的团 然后射体跟着进来砸大之后 拉抢手猎炉 拉一个轰拳 然后兰博下大 理论上是一个团战美如化的阵性 不管是射体还是热 只要开好一个团战就美如化 但RW这边的话 强势7肯定不能放的呀 双TP赶过来 但是已经被剎掉小龙 还是要开这部团战 感觉来慢了呦 这个地方血量非常残的 UTIER加速跑掉 身上还有个点燃 最后一跳没有跳死 这么一来的话 把大部分伤害打给UTIER 正面上面RW现在非常的猛 我们结人起来了呀 假的立场上前 就是一顿狂减 最后ERMA倒在了中路边上 这波打完 好在拿到了小龙 RW这波其实团战是大赢的 但是来慢了一点点 因为我本来就觉得RW这波团战能赢 但他来慢了所以没拿到龙 来慢一点点 但是这波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中路一塔可以轻松推掉 是的 天气也是扩张到2000多 有另外的收益吧 而且这么一来的话 第二个先锋也是 这波主要开的不太好 开到一个最肉的人 我觉得要稍微转离手 开到对方的后排会更好一些 开到对方隔温啊 或者甚至恶比都可以 恶鱼他还没有補掉之后 我觉得不必啊 他两个人头就出了一身散课就好 然后隔温切到了这个窄口啊 窄口就是隔温的天下了 是的 这波UP开团 如果再本一手 等RW这边再聚集一点去开的话 我觉得UP不会输团了 他那个胶伞单开 乌蒂尔觉得可以把他秒了 但是最后被走了 说说秒了 我觉得团战也不一定能大获成胜 可能就打一个鱼物开这种 因为那乌蒂尔有死没死没有区别 他最后也不可能再进场了 对 所以你有没有秒他对于后续 当然是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实际上就是就算把乌蒂尔杀了 这波UP团战还是要输 反正起码绝对不会赢 虽然对方先减缘 由于现在打 虽然有开团的一个手段在 但是要想好开谁啊 开中上都可以 其实恶鱼可能的时候 真的没那么肉的 他没啥抗醒说实话 如果开到他 控死他 他没交出大招之前 来直接秒掉 还是蛮有机 射体啊 包括瑞尔有一个很不错的控制链 再加上梦演的一个恐惧 如果针对恶鱼的话 恶鱼有的时候如果装一下被开到 很多时候会被秒的 他是一个虚胖的坦克 就血多 对 血多但抗性 因为前面出装的关系 关系是不会有抗性的 不像目的 你打我 我站到不动 我也有抗性的 对 他肉装现在确实比较多 是的 那现在RW仍旧是领先一座中塔的 虽然在一轮换线 把射手线都摆在中路之后呢 上下兑换了自己塔 但是目前双方都把射手摆在中路 应该会稍微发育一下 稍微发育一下 现在卡莎也进化Q了 感觉下风团战两边还是要打的 UP现在也不算是劣势期了 卡莎初步已经进化Q之后 有出不成型了 现在就是两边的一个 固一手的问题 RW这段的话 不用急的开团 有EZ和 就EZ 就一个Z一个Poke 其实也够了 就是我不用着急开团 然后UP这段的话 开团需要转好目标 像索列如拉回来 897 拉一点距离 加个立场 但是他捡到脏出来 被塔多打了一下 两边做下半区的一个势力 这柯温虽然想看一下 但被看到了 是的 他就进去大招了 格温这里这个屏障 有点 有点小害怕 就是 2分之2血直接开屏障 可能觉得自己是点燃吗 因为当时张笑有点危险 可能会按错了吧 觉得自己是点燃 RW在侧边找机会飞 这个边带路 UP战的一个优势就是 其中一边的边带路是梦魇 梦魇能飞这一点 还是在资源跟正面上面会强一些 对 问人赢费 而且自身也是 这种资源啊 包括清线都很快的影响 相较于鳄鱼来说 鳄鱼是比较笨重 而且鳄鱼现在还没有TP 还没赚好 那一波打龙鲁出的双TP的代价 还是要支付的 现在两边都在等小龙 本场 风龙魂 风龙魂其实两边收益都还蛮高的 因为两边的一个机动性都很重要 包括 UP这边更贴合风龙魂吧 机动性再加大招流 RW这边的话 如果拿到也很不错 因为左边其实是all in一波的嘛 他那个整个大招combo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正面的吹枯拉朽 但是 对于RW来说 其实也是一样的 要是我拿到风龙魂的话 你一波大招冠上来的时候 我就有更高的机动力 对 我跑得更快了 我和你拉开嘛 葛温和EC拉开 这种拉锯战 让对方是很头疼的呀 小龙 小龙快刷新 但这个趋势 我感觉UP是想本手的 UP想本手 放了这条风龙 毕竟两边都是 谁拿到也是第二条龙 也不是很关键 对 现在龙给的压力还很小 不大 UP觉得 以他们的一个角度 没有要争 对 看起来是没有要争 可能要等卡沙两件套吧 起码第三条龙 第四条龙 就这场比赛第四条龙 其实要打 在那之前的话 没有绝对的把握 都可以先放掉 那场比赛的节奏 可能会稍微慢 这种进场的体系 其实我看了比较多的 AD的一个选择 很多时候卡沙 出巨风 打仗更好 因为 因为他会跟着前面 突进去的那些部队 先飞大招打一波 然后用狂风 还能够拉脸去 或者是跟着魔力 对 去杀 或者是去逃 都好用 包括巨风吧 这个巨风 这个可以打三个嘛 这样的话 更好去打一个收割 但是马哥感觉要出预差了 我也觉得 马哥这个动向 是要出预差的 除非他出一个巨风 再把两个 再把两个长剑 就是再和别的东西 和一个大青鱼 那好 这把确实需要一个大青鱼 上来 还是要出预差了 出预差的话 就是要快速解决前排 飞进去的话 也只能打一个人的情况下 没必要那么着急 飞进去 还是因为其实 他是跟着队友动的 还是主要看 瑞尔跟色提 这两个英雄 就是我出巨风 有没有收益 还是要看色提和瑞尔 能不能开好 开好的话 出巨风会更有收益 不开好的话 反而我绿差 对 绿差可能更舒服 对 绿差自我发挥更有力 两边都要靠上面去的一个视野 两边抓大龙能力的话 UP这边 也不是 感觉两边都差不多 右边有个隔温 打当做得也还不错的 红buff最终还是有让到 即使UP给了蛮大的压力 也一只一还拿到了红包 小盘两边打的 是比较求稳的 一边热视方和一边吃方 都是比较稳的 不想做过多的一个对拼 正面被遇到了 4号加了一场硬打 但是其实面对近战 加了一场的意义不是很大 在等轰拳 轰拳轰出来 把格温的血量压得非常低 最终 尔玛被大招 是成功杀到了 但是随机而来的 乌迪尔夹上鳄鱼 避住了尔玛的闪现 尔玛支援那个大招 就下来了吗 最后一撕起来就被打死 但过了非常久的时间 还把外面反差掉了 我的天啊 波局又转了一下 他又换那个蓝柏的人头 但是他最终还是撑不住了 旁边球球看了很久不敢靠近 这一波 感觉阿玛很细节 一撕血躲了一些技能 最后拉了很久 终于等到大肢队赶过来了 但是战斗力确实强横啊 就是这个中友 我们讲说前中期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确实要避着他们打 没有劈着打的后果就是 RW这边中也很难确实处理 最终结果是一个二换三 我们再看一次张帅主动上一开 8917其实打不太过 因为虽然一开始压血看得不错 但是一个轰拳再加上 二马飞进来之后 是击倒了8917 那二马自己拖了很长的时间 他跑得相当的远 他不过再下一个大招 林可乐最终上去硬拍 还有三换四脚的 最大便没抓到 对的 让恶意必须闪现进场 但这波恶意进场 这个效果就遇到一步 说实话 本身应该是RW被抓单的 但是最终打出一个平手来 那这样这波打完之后 UP有一点自信了呀 对 其实是一个三换三 我刚才没有把葛温计算进去 是我算错了 对对对 葛温快复活 不影响 那这里 马哥这边拿了一个大人头之后 他自身一个发育 补强了不少呀 他这边出了多密 因为尼克林组的质疑之后 他打前排的速度是特别快的 与此同时 EZ的两件套也到手 EZ现在巅峰期 好吧 巅峰期 EZ这个英雄还是 说实话 到了满庄的时候 他的上限太平滑 不够那种 什么金克斯大嘴卡杀这种 上限有点看不懂 对 上限比较低一些吧 相对之下 上限低 但是下限确实高太多了 对对 算是就平滑吧 而且灵活不好抓 这也是在面对UP 这种大量冲联的阵容的时候 相对安全的一个选择 小龙快刷新了呀 UP感觉 想去尝试接这波团的 这波团也是RW 更想去打步大舞的一波团战 拖到大后期 RW这个阵容 也不能说是绝对优势了 因为鳄鱼和乌蒂尔 到了后期 伤害会差一些 所以说现在他们一定要去 引诱UP来打团 来 哥们这边 这都已经到达了 不断引诱呀 怎么说 拖了一点时间 拖不住 8917先遭到了击杀 但是球队这边想看团了 蓝某还有大招的 蓝某这边叫一个金身 大人能不能发出来呢 起身 放出不来了 但是位置上 未来说的话 伤害效果只能说比较一般 但射体 这一波爆摔之后 抢手猎 控制效果确实相当不错 天使马老师在后面 已经贴上来了 飞了一个大招 再说了一个人头 Double Kill 最终是被换了 被Easy换了 但是 大龙好像 因为没有AD 是不是打不了 大龙好像不太可以 对 这波张帅也太帅了吧 兄姐 这就是射体在团战里 我们一直强调说 UP这个阵容 就是要看正面 就是团战的 控制打得怎么样 张帅这一波 是完全的拉满的 太帅了 这波打完感觉 真的想摸一下 张帅的腹肌了 又在Solo这条方楼 帅的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先 我觉得8917的位置 是真的有点 跟团队脱节 先招到一波机会的击杀 然后Hacker没有放大 第一波的时候 没有把大给用了 本来以为可能是一个失误 但他极限的血量轻生 并且死前把大招成功的 放了出来 隔离了之后呢 这里给张帅一个机会 哇 搬的是有 还抱的是有 就是额外血量的鳄鱼来打 然后再一个抢手猎弩 把控制全部拉满 给斯马老师完美 出出空间 是 那马哥这边可惜被换 马哥这边如果不被换 大龙 就必须能拿得到 对 那还是因为这EZ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毕竟是两界超巅峰EZ嘛 三杀 斯马老贼这波打完之后 大清雨出来 那这样更有底细地去切切牵牌 感觉 8917需要 稳定一点点 他确实补刀领先了很多 但是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就是一直被抓的 对的 也一定要去 感觉这个梦魇在哪里 就这个感觉 这个梦魇如果 小兔兵死很久之后 他一定要感觉这个梦魇 势必来抓他 就嗅觉还需要加强 如果这一场比赛 他再被抓单一次 我觉得他只能被过 如果他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后面打团还有机会 他来去展现自己开源的力的 因为刚才其实正面不是完全不能打 你看最后也是 能打的 对 如果说8917在的话 RW正面也是能打的 可能要裂开了 说实话 因为当时是RW的强势器 对 第一时间剪圆之后 在自己的曲线彻底掉下去之前 去来BUP接一波终极团 是的 因为我有理由 就是给你有压迫感 让你有更容易出现失误 但是没有什么 现在目前没有什么理由了 对对 也没有听谈 还有一个蓝色品 照了上来 小兹上去 开掉三个 但是自己先遭到了秒杀 打马进场 打了一个不错的AOE 但后续在这边 征服者触发 征服往前 配合格文小 张帅再一次的 爆摔到人群之中 然后一样 轰拳伤害拿满 这一波张帅的 团战打的还是可以的 不过斯马老贼 已经把大招给用完了 所以没有办法 往上面做追击 这一波感觉小C 开的有点 有一点点拖起 因为他这波是 没有闪现的 他没有闪现 所以说找不到 很好的时机 有一点点招起 不过后续 还好张帅比较帅 然后打了一个平局 这波如果又不是 不是色踢发很好的话 8W应该有几乎抓大龙 我觉得 但这就是色踢 色踢现在在团战里面的地位 是整体高 这波开的确实比较勉强吧 对 对 对 第一时间跟得比较一般 对 千倍秒 但或许 或许 如果默衍和色踢 同步进场的话 还可以 但是没有同步 又一次 我的天哪 砸就已经砸死了一个 然后拉枪的猎炉 然后 在屈人之威 一拳A死 我感觉 UP现在 打团需要整理一下思路才行 就是 小C这边开谁 如果开到之后 孟眼和色踢能不能同步进场 这是很关键的 如果没有同步进场 RW这边逐个击破能力 是很强的 雷奥娜和 呃 鱷鱼 他单点的一些小控制 包括展开能力 是特别强的 UP需要这种统一性才行 如果UP做不到统一性 RW就是他的一个反打的事情 那我现在的看法 是下一波团战 对UP还是比较有利的原因在于 当然那一波小C 是没有闪的情况下 没闪的 理论上不是他们的回合 那确实 就强行找回合 但是 没有打出好的效果 但下一波的话 确实 马哥点了一个最重要的闪现 就是小C的闪现 小C闪现有就 对 一旦闪开好了 然后脏筷跟刚刚两波团战 一样的表现的话 那我觉得UP团战 其实还是好赢的 是 RW现在就是 打团的时候要分散一点 虽然有四个进战 但是还是要分散一点 Oh my God 马老贼 无尽都有了 无尽有了呀 这太肥了呀 这谁顶得住呀 感觉 马哥这边 需要RW去盯防一下呀 马哥这边进场 他一下这种小控制 到他头上 感觉这样 RW才有机会赢啊 因为马哥现在太肥了 但我觉得问题 就还是一样的 当小C闪现开张帅 去跟控制的时候 那一轮 司马老贼输出 可能就已经会造成RW渐员 主要现在UP 这个阵容 从BP角度 当时说的时候 是觉得 UP这个阵容 太贴合当前版本了 这种武冲阵阵容 冲进去之后 你到底切谁 你切死 这个卡莎 其他逊主也有输出 这边点了两下 大龙 但是其实RW不敢 打大龙 打到底 而张帅正在 一个人单挑 没有 黑客过来帮忙了 两个人在围欧着风龙 反而是UP 先达成了小龙听牌 UP小龙听牌 这边想抓大龙 但是速度太慢了 太晚开了 前面不敢 对 但是有犹豫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确实打得慢 打得慢 打得慢 AD是Easy 但是看到色机在代下 还是想逼过来一下吗 但是这个龙团 这个龙坑位置 RW就很难受的呀 不能在龙坑位置打的呀 应该是想至少 要一个色体的TP吧 但是要不到啊 UP这边也知道 你这边打破速度 大家都懂 我给你 被造出来 哎呦 差了一点啊 飞上来人去龙坑 RW大龙 但是你所有人都回家了 UP当然可以打大龙 UP打大龙坑特别的快的 5点这边赶不过来了 UP这边直接RW掉了 可能 叫TP直接踢在大龙坑里面 也来不及呀 想强行打 Boss这个位置还不错 哥文这边进场中 UP正面好像打不太了了 斯巴老子这边被捡死了 PのEasy 哇 后续这边 Ima也好像锁不在掉 而且Easy 是收到了下档的 张帅这边的话 那小区轻松的兵线 好像也没什么机会 那这一波 打大龙之后 球球配合 Forge的一个 呃 做点TP 打出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但在这个地方 只有张帅一个人 留着龙走 这个龙走 并可乐跟他疯狂的纠缠啊 这就是纠缠 因为托你时间 队友在托 推上路二塔 是 这上路二塔 而且上路高地有机会的 而且射击确实打不太动 这个物体啊 张帅不能被这个物体 引用到呀 赶紧回家呀 他被骗得蛮久的 我只能做 确实引用 真的感觉 比可乐这波 啊 人体诱惑 做到了 张帅这边的话 第一时间 被这个 目的要魅惑到了 但说实在是 他赶回来上路 在四个人推进下 也不好挡 那确实 但是感觉 赶过来的话 怎么 可能会影响 比没来好一点 对对对 就可能RW觉得 这边有个色体 我是不是要有意一下 去推进呢 确实 这波打完 RW出乎意料的 反打的 这波非常成功 看这个做脸的大鳄鱼 配合球球的开团 散现定住鳄鱼进场 然后球球帮忙控制一下 然后张无忌也成功赶到了 而且色体这边的一个GP 没有好的眼味给他 对 受呀 色体也很想踢到正面 但是正面没有眼味给他踢 而且这波EZ收了两个头啊 经济能赶上呢 因为你原本会觉得说 斯巴老贼都已经出到无尽了 这里EZ是有些落后的 是的 那他赶上来了 就把自己的赏金 都攒积到了600块 马哥行似 我没出巨峰 我后面得补一个呀 那确实这盘 说实话 很需要一个巨峰 但是后续补一个巨峰的 一个漏洞 就是没有任何防御 对对 需要很考验 他的一个进场时机 或者说 慢慢进场 也可以 或者说 之后卖鞋 对 最后可能就被迫要考虑卖鞋 是 他需要慢慢进场 他可能后面 卖一个日差做复合甲 也不错的 也可以 但也是后话了 看一下下条的一个封龙 过来还有两分钟 两分钟过后 色体的大龙BUFF 早没了 RW现在是一个 算是被架住了 因为RW变成说 这波龙团已经不能再给 自己要上来 并且找一个比较好的开团时机 是的 但是说实话 UP这个阵容上后期上线是高 但是我目前没有看到一个UP打的 完美团 对吧 没有打出那种美容化的完美团了 要么就是开的不太好 要么就是开到之后 后续的三个C的输出 不够统一时间进场 这两点如果做到的话 UP的这个阵容上线才能发挥出来 尔马是有TP的 所以一个人在上路 所以说最终 目前这个情况是UP的一个小劣势期嘛 因为现在感觉EC 有点不太好处理 双Buff的一个EC 这个推荐的情况下 有闪现了一个热尔 也是他的一个 去防守反袭的一个不错的时期 所以说RW这边的话 也不太好去点塔 算比较精神 对 就要等这个风龙 这个风龙 目前这个趋势 UP是要放掉的 马克这边回家 预风要出了吗 大龙的收益是负2600啊 就难受呀 因为拿下来毕竟什么都没有推到 对有队伍几乎被团灭 RW现在这个趋势很舒服的 不过 现在他们不容有时 因为一旦等到 也不用 也没法等了 就卡莎这边也满装了 对 就是一旦给了UP机会 UP终结这个比赛能力是特别强的 RW现在需要这一波 做出更多的东西来 不只是拿这个风龙 需要做更多的东西 UP反而需要 我觉得可以相对猛熟 或者小C有把握去 开一个好盘也可以 小C再去尝试 站在一线 一直挂一个大 哇 Smile 谁被挂掉三分之一的血 对 为了挂到AD 位置还是卡得不错 但张帅一个人顶在前面 他被反身定了一下 但是肯定是不会all in他的 怎么成球就拿大丢这个张帅了 但葛温这边打前排 切起来背后一C 小炮开不错呀 而马把大招开了 但也不敢往前飞 不敢放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风龙必须放 葛温这边想留人 但反而小时看得很好 马哥这边进场之后 打一个前排 张帅的爆炸 但张无忌的威力 也非常的强了 他在后排相对安全的位置 一波一波 把自己的输出打了出来 哇 这招在前面 拣了一下 然后精神起来 规逼对方的反击 啊 这波葛温打出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输出 直接拖到马哥这脸上 直接捡死了 主要虽然感觉说 第一时间开得 好像不错的样子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不够统一性啊 那这样 恭喜RW拿下 这个B53的首胜 而且没解决掉后面的EZ 所以导致说 其实你第一波开 看似很完美 实际上EZ并不受影响 需要统一 真的需要统一 这个阵容上线高的理由 就是要统一 孟演当时大招 都不选择进场了 之后 小C还选择反手去开 对